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而2009年8月 莫拉克台风造成台湾各地严重灾情 秦河部落也在土石流的摧毁下家园破散 我们上上的财产什么都没了 想到说以后我们要怎么办 我跑重建心体是起起落落 在跑的过程一定会有挫折 然后我通常都会有时候很气 说感觉就不要生气算了 但是没有什么单位要支持我们新建永久屋的时候 刚好有法果山站出来说要除钱帮我们盖房子 他们不会说你们是布农 你们是张老教会 他们不是有这样的心 他们反正就是说 我就是要帮助就帮助 法果山慈善基金会 在十方大德的协助下 秉治着圣烟法师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往哪里去的悲怨 以及善用 节用 平衡 传承的永续观点 克服了诸多困难 协助秦河部落 重建了兼具原住民传统文化精神 以及与大自然共存共生的乐乐断永久屋 整个的社区其实它是一个生态永续的环保的社区 希望能够落实我们法果山的一些四大环保的理念 我们在规划设计之初 在参与市设计工作坊的部分 我们就跟居民共同来讨论 现在已经整个基地内的桥木全树的保存了下来 感觉起来是一个高品质绿树成荫的一个社区 同时也达到了基地的保水基地的绿化 降低地球温暖辐射等等的一些做法 那么在绿建筑的部分 我们也充分落实了绿建筑相关的指标 我们每一户都设置了与水再利用的系统 那也使用的是省水的器具以及省电的灯具 在建筑物的色彩计划 我们用了黑白的对比 那么对于整个的建筑物来说 斜屋顶的造型其实就跟当时日本学者研究 整个布农族的传统家屋的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另外在每一户我们用了木刻板 而且这个木刻板上面有的是用布农的粘粒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布农文化 另外一部分是布农的狩猎文化等等的图腾 也都是由居民自己来设计自己来雕刻 然后我们把它安装上去 所以呢整体来看 居民在于整个完工之后呢 对于我们这个整个社区的向心力 以及认同感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呢 可以有更多的朋友来到这边 一方面可以跟布农文化交流学习 一方面也可以来参访我们的生态社区 欢迎大家有机会到我们热热部落 我们一定会用我们最大的热情 最大的爱心来接待你们 谢谢大家 三二一 一般喜乐者幸福祝 乐乐棒 我真的是感谢那个法国生 还有那个喜伯利建筑士 把我们保留这个文化 不弄得那个文化 让我们那个后代知道我们这个祖先的祭典是这样子 这样子一直传传传到那个后代 我们所居住的环境 跟我们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我们人就是这个自然环境的一部分 那我们呢 就必须要好好的来爱喜爱护我们所居住的环境 很有意思 去比较热热 那我在这边呢 最后呢也祝福 居住在这里的 每一位居民们呢 能够平安健康快乐幸福 再次的感恩大家 谢谢 感谢我们国际法师为我们致辞 圣言师父说 救苦救难是菩萨 受苦受难是大菩萨 感恩于天灾中以身说法的菩萨们 使世人能够因此了解 人类虽然贵为万物之灵 但终究无法与大自然的力量相抗衡 也期许我们自己 在经历如此重大的灾难之后 更加重视在人类发展 与大自然环境保护之中 取得平衡 共生共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